后向差分 那我们先来介绍核差分机肯定 那假设有一天 我们的核分叫做Sigma K等于1加到X FK 它的意思是F1加F2 一直加到Fx 我卡叫做大Fx 小大Fx 那这个叫急速核 这个叫核分 这叫差分 那核分跟差分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准备要介绍核差分机肯定 首先来看 DataF等于谁 DataF等于谁 回答 DataF等于7 K从1到X Fx 减7 所以Sigma X-1 K从1到X Fx 减1-就是Fx 所以这个 DataF等于x 那相同的 如果把DataF加起来 那加起来 就会产生什么东西呢 就会产生 就会产生 产生F本身 加上一个常数 那这一个等式 跟上面一个等式 合称核差分机肯定 分定理 再起来 Sigma DataF等于F 加起 DataSigmaF等于F 这两个等式 就叫核差分基本定理 那利用核差分基本定理 就可以算到很多极数核 这样很多高中的极数核 利用核差分来算 才是正规 那有点像维基分 那我们今天来讲维基分基本定 这个叫核差分 如果用导Data 也有核差分基本定 导DataF等于前进一格 减百三 那DataSigmaF呢 它x呢 会等于Fx加1 那Sigma DataF等于Fx加1 再加加C 那这一个 反而跟这个维基分样子不太像 上面那个比较像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核差分 维基分基本定理 这个叫核差分基分定理 第一 这个也是 只是一个是前进一个后退 都叫核差分基分定 那几个例子好了 假设有一天 Fx 等于x 乘x加1 乘x加2 乘x加3 那导DataFx呢 回答等于 xx加1 那等于多少呢 等于x乘x加1 乘x加2 乘几呢 乘4 那所以马上知道 加起来 4倍的x 乘x加1 x加2 乘x加2 乘x加1 乘x加2 乘x加3 乘x加2 乘x加3 5个就除5 你加起来 x x加1 x加2 x加2 x加3 x加4 x加4 就得1 x x加1 x加2 x加3 x加4 x加5 x加5 x type x加1 x2 a x4 Lu x加5 除6 x加5 x加3 书本的公司,如果用核差分基本定理来导 每个都只有三行,我示范给你看 书本的公司,如果用核差分基本定理来导 根本就没有内容 几个例 加起来 1 k等1到n 回答等于x,就是n,结束啦 Sigma k等于1到n k呢,就是n,乘n加1 除二,结束啦 Sigma k等于k加1 等于n 乘n加1 乘n加2 除3 所以书本的公司都是这样 那我这个Sigma k等于k 乘k加1 减k 就等于n n加1 n加2 除以3 减k n n加1 除以2 通分 所以书本的公司都是这样导 那在几个例 几个例 你的三方 如用核差分来导呢 行个码k三方 你不知道 没关系 你把他写 乘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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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起来就是n -1 n n加1 n加2 4个就除4 GER n n加1 除2 通分 就是四分之亨平方 所以高中所有 5次也这样 u次也这样 所以他都可以打 实际上诗词高中没公司,也是这一招看一看就到了,所以他没公司 阿贝公司指示,很多人说我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不是的,数学归纳法是保健方法 但你没有这个诗,你怎么归纳?你根本不能归纳 那归纳是什么?归纳是数学的保健方法 你根本没有这个诗诗,你怎么来的归纳? 所以正规就是荷叉昏,他用荷叉昏打好以后再叫你来归纳 这叫考试前题目,不是那种 所以正正另外一个协问,叫牛顿荷叉昏 那我刚才示范的就是荷叉昏基本定 那我们现在来讲,荷叉昏基本定 首先介绍几昏,Fx,Dx,到底是什么怪动器呢? 回答他的一大Fx,他是要有线效面积 这个Fx,从这块到这块,这块面积,就叫这个 所以起先集婚是来算面积 算起线下面积,则是集婚的另一 那集婚跟违婚本来没关系 那牛顿跟乃布黎之,独立的证明两个之间的关联 使得你如果在高中,他一定把它分成N等混 怎么慢慢加,我随便找一个题目他就不会加 这样讲的简单啦,对不对? 谁来个,视野一般人看,没鬼用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回集婚基本定理 介绍好以后,书本的集婚等于没内容 好,开始 那我们首先来看,DataFx,会怎么变? 一定是x,ft,dt,加上一个Data-x,减气集婚 图示是这边是x,图形再过来 这块分之是x加Data-x,他们宽度是Data-x 就是再多这一块,所以这块就是Data-x 这块面积就加Data-x,对不对? 看懂没有? 快面积就叫Data-x,看懂吗 看懂没有 看懂没有 听得懂吗 多了一块 往前进 f加data x 减气原来的量 减气原来的量 就是这大片面积 多量减原来的面积 就是这块 那这块怎么算呢 正规的方法是 data fx 等于 这一块 这块高度 这是fx 长层宽 fx data x 是这一块 是不是还多了一小半 是不是还多了一小半 加上 小O data x 越小越不见 所以他马上搞到一个 两支 df 等于 fx fx dx 那换句话说我再把这个 写好f是谁 是加起来 fx dx x 等于f dx 南部的意思是说 这两个把它削掉 所以d 加起来 f 就得f 这个就是核叉分析本定 好不好 危机分析本定 那倒过来 因为起头不知道谁 加起来d f 等于f 加一个常数 这两个合称 危机分析本定 他证明就像这样 证明完毕 那我们开始来做 我们书本的集婚啦 来开始示范 我们高中的集婚 示范我们高中的集婚 看看对不对先看你会做 假设y 等于x 那这条上来是这样一条曲线 可以的 那这段长X fx 等于x 请问这块变迹怎么算 这块变迹怎么算 这块变迹怎么算 长成坡图二吧 好 这块变迹就是x平框图二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做法是 加起来 从连到x 高度乘dx 那高度多少呢 哦 来注意看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等于二分之一 连到x dx平框 他懂吗 概念 dx平框 等于2x乘dx 所以这个标头是把这个除二 他 哪一步的意思是说这个消掉 这个消掉 所以等于2分之x平框 从0到x 怎么办呢 x带减0到 那就是2分之x 哦 计算完毕 那做久了 连那个通样 工作也不写啦 啊 维基分基本定理也不躲进去啦 在哪间 我们马上看到高中 主要做的 每一类 假设y等于x3 oh x平框 抱歉 慢等于3框 我先把这个概念讲清 那加起来 连到x y乘翻度 那就是 这个 这是y 这是dx 乘起来 一块一块慢慢加 那这等于多少呢 等于几一分 连到x x平框 dx 等于3分之1 几一分连到x dx3方 dx3方等于3x平框 dx3方等于3x平框 dx 这是我们上次介绍无疑问的时候 好 来个理事说这个消掉 3分之x平框 从0到x 所以等于3分之1 x3方 等于3分之1 做久了 中央步骤也不要了 直接就写x3方 他主宰 好像回分的另一因算 会了没有 所以 v过来就激过去 激过来就激过去 激在v等于本身 回再激等于本身 再加一个常数 会了没有 会了没有 好 那我们示范一下 做久了 就不要公私了 这可以擦掉 这就是在证明无疑问基本定 他证明很短 很简单 我擦掉了 但如果你去用牛顿的方法来证明无疑问基本定 好长 非常长 但是用我们的方法来做 很简单 我从0到2 你帮我算x3方 交互x平方 加6x 这样 很宽度 把架起来 那这做法是 来 0开始 我来 快去 x4方除4 加上 3分之5 x3方 加上3x平方 限制 二数解叫限制 1到2 2代-1代 那所以就四分之1 2的4方-1 4方 加上3分之5 2的3方-1 3方 加上3倍 2的平方-1的平方 好 答案完毕 会人吗 这就是几分了 对不对 管他几次 啊 如果你看高中那个 那就是几分了 都是二次而已 对不对 一喊就答案了 哦 没内容吧 可以吗 啊所以回过来 就继续回去 继续过来 就回回去 好 先消化这个 我准备讲3脚 可以吗 会吗 会不会几分了 来来 消化一下 差一点 x3方 我一分为x3方 是x1 你就给我14 那平方就变3方 你就除3 1次1变平方 就除2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我几个例子 同学知道 有一个 时间和6流连的定理 叫 万有眼力定理 万有眼力定理 假设 我们 大小M 一定等于 G M 除以 G 0 0 对嘞 这叫万有眼力 对嘞 是不是 好 我们D W 公 图D X 对 公 对 丢叫 好 这个牛顿的等质 对嘞 好 换句话说 莱布林斯说 可以乘过来 可以乘过来 当作主定因素 两边一加 所以下次集分 这个就是DW 好 这个DW就是W 集分 X 那我如果从X到无限大 我怎么加 我加0啊 我从0到无限大 我怎么加 很简单 无限大到0 参考点 到0 不是 到X 从无限大参考点过来 好不好 不要开始了 不要开始了 开始了 来 加起来 G常数 M常数 M常数 集分 无限大 加到这边来 那这边是X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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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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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彈簧的,他的f等於負的kx 那dw等於f等dx 所以,即分dw等加起來負kxdx 那dw等dx,這個加幅就是w不等kx平方除二 所以除從彈簧中會吐出2分支kx平方 那這個一般人就他會叫做彈簧為人 快了沒?快了沒阿? 這是糖尿體出來的能量 所以它就是2分之 kx 平方 我猜幾個例子 動能為為什麼會2分之 mv 平方 先示範一個幾個幾分 加起來 f 乘 dx 我可以變成加起來 f 乘以 dv 乘db 乘dx 對不對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這個 f 對 ma 有沒有人聽說過 這就是 a f 對 ma 換邊 m 他說好自由 所以等於 g 分 mv 乘dv 等於 2分之 mv 平方 所以說 動能的大小就是 2 分之 m 平方 這三個就是物理 這個是中力位能 那個中央是彈簧位能 這邊是動能 完畢 那現在回頭來看三角結婚 等一下我們在每個結婚 就變成對應的離婚 還一個一個帥 先講三角結婚 那三角結婚首先要認識三角結婚 要協會什麼東西呢 要協會三角函數是什麼 然後基本的三角等式要協會 不要很深的三角等式 是最基本的三角等式 可以擦一下嗎 可以嗎 不會太怪 來我把它擦掉 所以很自由便來先聽 我先做一個結婚很重要等式 一般人叫做婚不結婚 婚不結婚是一個微結婚 結婚等式中非常重要的等式 我來證明一下 DU乘V等於D等於U乘DV 加上V乘DU 相成的微婚就長得這樣子 這是我們上次講過的 對不對 微婚啊 兩邊把它加一加 U乘V 等加起來U乘DV 加上結婚V乘DU 等一下這個詞只要一直用 這個是U乘V 好 先等於結婚U乘DV 減二加結婚VDU 最重要等式是結婚U乘DV 等於U乘V 減VDU 好 這等式要一起加倍 全倍 這是結婚的最重要等式之一 叫婚不結婚 一定要 這很簡單 一來一氣有什麼新奇啊 一來一氣沒什麼新奇 但是是很重要的等式 等一下要用 一定要會 這個叫婚不結婚 婚不結婚 這個等式是很同樣 所以要靠 好 我們現在來開始介紹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又叫原函數 我們等一下還要講雙系三角函數 那先講三角函數 假設這個角度是x 就是代表延不長是x 那這弦長就用一個叫sinex 缺線糖 就叫tanginx 以叫缺線糖 以叫前糖 就用cosx 那因為t比t的t比t 所以tanginx 等於sinex 除cosx 這是基本本式 基本要認識什麼叫sine 什麼叫cosx 什麼叫tangin 什麼叫second 這個不講 因為這個要基本功夫 否則的話 三角函數不用血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 扇可算是什麼 那當然沒意義 來開始 進入第一個 中廟粉絲 我們從這個圖形來看 這塊扇形的面積 會不會超過外面三角形面積 會不會超過這裡面的三角的面積 水裡老大 小三角 一定小於扇形 一定小於大三角 對不對 那小三角怎麼算面積 底層高 小三角是2分之1 底是1 高是sinex 小於扇形 2分之1 1平方 乘x 小於大三角 是2分之1 這個乘tanginx 通知除2分之1除3 1 小於x除3 小於cos x分之1 兩邊一角 這個就是jjd 所以很重要一個等式是3 datax 等於datax 加小o datax 這叫基本等式 就是從這邊正來 好 就從這邊正來 這是三角函數 唯一分的第一個最重要等式 這個要線正好 其他的就結束了 會這個等式以後 其他就結束了 我們來看看 扇口扇吞頸 深梗怎麼集分 以及反函數怎麼集分 我準備要插標了 先消化這個 再來練 小三角的鏈跡 一定小於扇形面積 一定小於大三角的鏈跡 因為大三角在外面 那小三角面積多少 2分之1底層高 高就是sine 而sine前面積是 2分之1r平方θ θ就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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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就是x